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二月十二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介绍到的是中美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知情人士表示 美国谈判人员提出将大约三千六百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现有关税削减多达一半 并且取消定于周日剩效的新一轮征税 而双方继续敲定有限的贸易协议 这可能有助于防止日趋不稳定的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 川普总统在周四早上的一条推文中写道 与中国的重大交易非常接近 他们想要它我们也想要 而知情人士说 降低关税的提议是在过去五天左右做出的 作为交换美方要求北京做出坚定的承诺 购买大量美国农产品还有其他产品 以更好的保护美国知识产权 并且允许更多的进入中国的金融服务业 如果中国不履行其作为潜在协议一部分的承诺 那么关税税率将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这在贸易谈判中被称为回扣条款 英文叫做snapback 而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 自从十月以来的几轮会谈 中国谈判代表对华盛顿要求北京保证其购买更多美国大豆 加勤以及农产品的承诺表示反对 称这样做就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而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双方贸易团队在保持密切联系 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信息 而随着双方在十二月十五日凌晨十二点零一分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紧迫 新的美国计划方案细节浮出水面 目前川普总统已经决定是否推迟原定的关税 还有是否接受现在的关税税率减少 而这样的消息呢也在十二月十二日在下午两点半 与贸易谈判代表会谈后作出 由贸易代表莱特希泽领导的美国谈判团队 对中国政府兑现承诺的糟糕表现历史表示警惕 已经要求中国以书面形式承诺进行一些农产品采购 并同意未来采购的详细时间表 此外美方一直在敦促中国在交易案文中明确规定将对承诺的采购进行季度审查 并且在任何给定的季度采购额中均不会下降百分之十 而过去两年中美国分阶段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目前美国对大约两千五百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 而对一千一百一十亿美元的商品加征百分之十五的关税 根据华盛顿的最新报价 这一些关税将被削减多达一半 但是如果中国未能兑现承诺的购买价格 则将恢复到原来的关税水平 在最近的讨论中 中国谈判人员不愿意满足美国的其他要求 他们担心有购买保证会与中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发生摩擦 此外呢中国官员还认为采购应该基于市场价格和中国公司的需求 比如巴西提供的大豆价格低于美国 而以较高价格从美国购买大豆就会对中国买家不利 而白宫周四表示川普总统于周四会见他的高级经济官员 讨论中国贸易问题 白宫经济顾问拉里库德罗在本周早些时候的华尔街日报首席执行官理事会会议上表示 如果总统对贸易谈判进展不满意 那么十二月十五日的关税仍然在谈判桌面上 而新的降低关税的方案 旨在使华盛顿保留其对北京的部分影响力 同时向北京伸出橄榄枝 比如如果达成一项近期协议 并且美国全面降低其关税税率 有一些征税仍将保持不变 并可被用作推动北京与星期诺言 并且继续进行讨论大棒 许多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其中包括中国对国内公司的补贴 对外国准入云计算等快速发展行业的限制 以及中国对美国公司向其合作伙伴转让技术的压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川普总统都可以将这样的近期交易定为胜利 川普可以辩称 他在保证对中国施加关税压力的同时 也保证了从北京的大规模采购 而同时呢习近平能够指出大规模削减现有关税 这是对于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的急需推动 而同时与美国的贸易战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下滑 企业也推迟了投资 这样的贸易协议对解决这样的问题都有好处 而在最近的会谈中 以副总理刘鹤为首的中国谈判代表 不仅要求取消计划中的十二月关税 而且还要求减免现有关税 而美国直到最近才答应这样做 一位了解美方提价的人士说 现在球已经到了中国那边了 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 也得到了多家媒体的证实 根据CNBC记者在推特上面的留言 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告诉我 华尔街日报关于美国报价的报道是准确的 但是还有一点补充 所谓的回扣条款是双向的 因此中国方面也有权重新征收惩罚性关税 而我的看法是 由于中国极力抵制不平等的执法措施 因此这种双向的回扣条款可以给北京面子 这呢也会使达成交易更加容易 而同一位来自CNBC的记者在稍后又补充说 美国对关税的报道引起了今晚北京的轰动 有一位中国专家告诉我 他认为即使川普提出降低关税的提议 中方也将继续反对就超大规模的农业采购 达成硬性目标 所以中方看起来表态还是比较谨慎的 而针对中美关系近期发生的微妙变化 来自华盛顿的著名中国问题观察者 在自己的推特上面写道 我听说胡春华副总理会在北京举行的美国商会年度晚宴上发表讲话 这是十年来讲话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 这将是一个有趣的信号 说到中美关系 下面再为您介绍来自南华早报的另外一篇文章 中国对美国政策正将广泛的美国利益联合起来 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立 有一位资深的美国外交官认为 现在是采取新方法的时候了 前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尔希尔表示 中国需要开始全面削减其强势立场 以避免不同的美国利益集团聚在一起 对北京采取强硬的政策反应 他在中国南部海南省三亚市的一次采访中表示 好像中国已经把每一个重要的美国利益集团都联系在一起 并且让他们每一个人都感到不安 令人惊讶的是 从工会到大企业 每个人都对中国感到不满 我认为中国本可以做得更好 希尔表示 相反中美双方可以通过更多的参与 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来改善关系 比如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希尔在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的六方会谈中领导美国谈判小组 向朝鲜施压要求其放弃核武器计划 希尔表示 尽管对中国的普遍情绪是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 但是这也可能成为中国自身的问题 他补充说 他不支持美国总统川普的对华政策 但是双方都需要更好的了解彼此的政治 中国必须开始改变这一点 因为他们现在正在造成一种情况 大多数人对中国都没有什么好话可说 这其实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他这样说 如果我是中国政府 我会选择从最简单的方法开始 不要抨击我们的媒体 这一位职业外交官说 北京对美国媒体组织采取的严厉口吻 在加深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八月份 北京拒绝了华尔街日报为记者续签新闻证件的申请 这实质上驱逐了驻北京的记者 而在中国彭博社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媒体组织也常被禁止 不向某些记者发放签证 而在过去的一年半中 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已经蔓延到地缘政治和技术领域 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出现恶化状况 他敦促北京和华盛顿就朝鲜无核化 以及其他实现条件采取统一立场 以此作为改善合作的开端 并且希望这将减少其他领域的不信任 他说朝鲜方面花了很多分析来研究美国中国以及韩国的不同 他们不断尝试更加有力的不同立场 而美国的对华外交要更加强健 而不是基于告诉中国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并向他们提供事后报道而这样进行外交 而是要取得进展 其进程可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分享 随着大胆决定的最后期限的临近 朝鲜也在加大言论施压力度 尽管呼吁采取更加一致的外交政策 希尔还是赞扬了川普在这一问题上的努力 其中包括在二月与平壤领导人金正恩在河内举行的会议 但是他说会议可以通过提高一致性和就朝鲜将采取的具体措施 进行更多讨论而得到改善 希尔表示川普政府比任何人都更加努力地表示尊重朝鲜的非敌对政策 而朝鲜人应该理解他们有很好的机会取得真正的进步 而是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 下面仍然要为您介绍到的是在北京的一次最高经济会议上所传递出的不一样的信号 一起来看到的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根据周四在北京结束的一次最高经济计划会议的结果 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已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明年维护经济稳定上 呼吁采取应急计划以抵消日益增长的全球风险 这是自二零一三年以来 规划者第一次明确提到有必要确保来年目标稳定 并与其他目标包括促进改革结构调整 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预防风险同时进行 尽管从广义上讲 在过去的几年中共产党的领导人经常提到稳定论 而随着该国面临一系列重大经济挑战 迫切需要解决很多问题 与美国长达十八个月的贸易战仍在继续 如果不推迟原定于周日实施的新关税 还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目前预计第四季度和明年的国内增长 将从二零一九年第三季度的百分之六进一步放缓 达到三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我们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和改变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 结构体质性和周期性问题交织在一起 给经济带来了更大压力 全球动荡和风险的来源明显增加 我们必须制定应急计划 这样的年度会议受到了密切关注 因为它为实现明年增长通胀 政府投资和结构改革目标的经济刺激措施的规模和性质定下了基调 由于担心在没有足够政府支持的情况下 国民经济可能在二零二零年急需放缓 今年的会议引起了特别关注 也引发了关于北京是否应该增加刺激经济 以维持百分之六的增长率的市场辩论 而经济学家之间的普遍共识是 会议将把二零二零年的增长目标定为百分之六左右 从今年的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六点五的增长目标范围下调 此外呢分析人士还预计 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赤字 将从今年的百分之六增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 而北京也将授权地方政府在发行三万亿元人民币的特殊目的债券 以资助基础设施项目 而周四的声明并未透露二零二零年的具体经济目标 只有在三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两会会议上 才会正式披露这一目标 不过声明确实表明政府将继续微调起现有的积极财政政策和审慎的货币政策以支持增长 声明表示我们必须提高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率 并且更加注意结构调整 而审慎的货币政策必须灵活而且适当 以确保合理充裕的流动性 保持货币信贷和总体融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 并且降低融资成本 而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 已经在二零一九年政府议程中排在首位 并且再次成为明年会议目标的重点 同时还需要确保因为经济放缓和通货膨胀率上升 而陷入财务困境的一些事项 我们必须稳定总体就业水平 改善结构并且提高工作质量 大会声明说 我们必须关注关键群体 并确保没有成员失业家庭 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 我们政府必须扮演适当角色 以确保经济困难者的基本生活水平 下面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学术腐败的情况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中国学者论文再遭质疑 被指图像异常 此前质疑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团队涉嫌学术不端的斯坦福大学原副研究员 伊丽莎白比克近日又质疑了两篇来自中国学者的论文 存在着图片复制的嫌疑 其中一篇论文的通讯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原校长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培刚 而另外一篇论文的通讯作者为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孙斌 培刚为共同通讯作者 目前的两篇论文的作者侯宇军以及孙斌均一表示 在检查之后发现是客观失误 将致函期刊予以更正 第一篇以培刚为通讯作者的论文是一项于二零一四年 发表在国际跨学科学术期刊上面的研究 其研究结果发现传统中药副方聪明汤可以改善阿尔茨海默症 而第二篇以孙斌为通讯作者培刚为共同通讯作者的论文 则发表在二零一五年的一期免疫学期刊上 研究发现G蛋白藕莲兽体信号通路中的重要分子 两种炎症小体活化过程中的专件作用 而伊丽莎白比克在学术交流平台POPPEAR上提出 这两篇论文均出现了图像异常的情况 而记者注意到伊丽莎白比克对两篇论文的质疑均在于图片复制 而期刊在社交媒体上回复称 已经注意到相关情况并将进一步进行研究 而对于在POPPEAR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中存在图片异常问题 论文的第一作者侯宇军已经在POPPEAR网站上实名澄清 是在准备图片的时候无意中混淆了 而侯宇军对记者表示 这一篇论文发表经历了多次投稿和修改的过程 可能是在某次修改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同时他向记者确认 已于北京时间十二月十一日晚间正式发函 并且申请更正 而针对伊丽莎白比克质疑的另外一篇论文 记者在POPPEAR网站上看到孙冰也已经实名回复 他表示在修改的过程中 论文的第三作者搞混了片子 所以呈现了错误的数据 并会向免疫学期刊致函更正 他们认为这一失误不会影响论文主要结论的正确性 而在此前的十一月中旬 伊丽莎白比克在其个人社交平台和同行评审网站POPPEAR上集中发文 陆续质疑了南开大学校长 免疫学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 以及其实验室六十篇论文的实验图片存在问题 十一月十八日凌晨 曹雪涛及涉及的多位论文作者在POPPEAR上陆续对一些涉及到的论文质疑进行回应 并且表示复查工作已经展开 但是根据目前的调查进展以及同行的反馈 他们仍然相信涉事论文中科学结论的有效性和工作的可重复性 而同日中国工程院也表示将针对网络反应对曹雪涛院士的有关问题展开调查